人标提戴一哥声称赚钱太累将减少外出伤眼次数 只想过安静的生活 2018年对于戴一哥来讲是一个丰收年 不仅仅是儿子小伟的婚事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就连女儿的终身大事也差不多完美的成定型了 但对于自己的工作 戴一哥表示已经有了一些厌倦的感觉 而且他也曾在村人的面前声称赚钱太累 想减少外出伤眼次数 只想过安静的生活 其实对于他来讲有这样子的想法也是应该的 大家也应该理解一下 毕竟成名之后的他生活与以前完全被打乱了 用他好邻居猪善阔的话来讲 就是老猪自己也很矛盾成名之后的确是赚了不少的钱 但生活并没有快乐起来 每天家里围着很多人 连自己游都没有了 对比以前村民们借钱不还的问题 其实老猪表示这都不是事 毕竟成名那些年借出去的近二百多万也没有想着 让他们还了不能说是打了水漂 就算是做了一个好事吧 而现在村民们也不再针对他也很少有提要借钱的事情 但对于大一哥自己来讲生活好了 但赚钱却太累了 减少自己商演次数的计划 其实他很早就有想过 在别人的眼里 他就是赚到了钱花不完 所以想着要退出 但大一哥否定声称 自己还是很喜欢唱歌 而且也会学一些新歌 其实唯一矛盾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生活已经无法分开 自己毕竟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法像其他的演员一样 把私密信息保护得很好 对于现在的生活大一哥表示 已经很满足了儿子 快要成家了女儿 也有了定性 虽然不明说自己现在存了多少钱 但村民们夸张地表示 他至少存了近四千万的样子 也有可能是足够了五千万 不然他也不会声称要减少商演的次数好 但其实对于大一哥自己来讲 慢慢地退出商演圈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想要回归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 再加上自己的腰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儿子和女儿的婚事也基本稳定 在农村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种菜养鸡这样子的生活就安定多了